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五间总结 首先和大家看看中港两地股市的中午收市表现 上证指数半日收报2848点跌13点 深淨城指半日收报8665点跌80点 沪深300指数报3589点跌7点 创意版指数跌19点跌1431点 至于香港股市方面 恒指半日收报26953点升58点 国企指数跌17点跌10327点 大致成交金额半日357亿元左右 接着这一节就有Samuel和我们跟进下个市况 Samuel 你好 你好 见到市场是衷劲 美国会减息 所以美股就连升了两天 今天港股都可以跟随俄为高开 但见到之后就表现反方不复 一到就倒跌过 但始终A股又不争气 成交又缩了 恒指再向上网的动力又大不大呢 一来你说可能今天恒指 香港例牌放假之前 都有机会成交比较弱 所以你说反弹的力度也不是很多 但譬如像刚才你所说 美股炒得上来 或者叫做保持升幅 都仍然叫做炒联储 最近说的假派发言 或者炒这些减息的预期 所以你说中港股市相对来说都是一样 其实就是美国方面 有机会今年之内 九月最快有机会减息 然后你说中国的央行 或者人行有机会 是叫做有条件 同样叫做下调那个息率 同时也都不会这么担心 你说人民币那些变值的跌势 所以你说现在其实 中国股市方面 都仍然叫做等着一些讯号 就是等着可能中央 就说几次才会正式 跟着美国方面一起去放水 或者可能做多更多救市的措施 这件事其实现在市场都在等着 除了这件事之后 其实就没有什么叫做其他 有一些正面的消息出来 譬如可能环球那些 某些关系方面 说了整个礼拜左右 都仍然叫做问题 仍然在持续 中国和美国各方面的关系 也叫做没有什么改变到 所以你说除了炒减息这个预期之外 就没有什么其他因素可以说到 反而有少少的隐忧 例如说昨天出来的美国方面的就业数据 的确是比预期差很多 但这件事就变了 你说会不会即时反映到 你说现在美国方面的经济 开始有一个衰退的问题 我自己觉得应该可以先看 星期五出来的飞龙数据 始终你说可能相对来说 扩阔的就业范围也不太同 所以如果看飞龙方面 计算之前可能制造业的数据 是比较差的时候 才可以知道大约是哪个板块 受到贸易战拖累会比较严重 现在暂时目前来看 美国方面非制造业 即等于服务业方面的数据 其实仍然比较强劲多些 所以你说 何时才会真正可以 因为经济开始差 而做一个减息呢 都要看回这些数据 现在暂时来说 表现会比较参差一点 就是你说制造业方面是比较差 但是服务业方面是做得OK的 所以你说现在这些时间 可能都会叫做 试下会不会做到一个底 或者做一个整固的格局 尤其是中港股市 都仍然等着一些消息 我相信你说上升的动力 就未必会太大 但跌的动力同时也未必会太厉害 暂时你说可能 以消息面来说 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反而你说 看回技术走势方面 开门行之图方面 就会叫做 看看会不会可以 短线叫做跌定了 或者可能最多 只不过是上市 你说十天线那些的位置 看看会不会真正可以 顶得住或者叫做站稳 短线其实你都可能 就算有坏消息出来也好 都要等到可能六月底 看看会不会真正加回关税 才知道的 技术走势 可能都要看下 你会想不想 住之前可能量度的升幅 例如0.618的黄金比率 最基本的支持位 就是26700点左右 这些位置 可能你说短线 行之有机会 可能夺26800点左右 这些位置 看看会不会成功做到一个底线 如果不是的话 有机会每次 你说上市十天线 都很快有支 明显的阴烛回来 它会反映到时的跌势 仍然会比较强劲 到时就不会排除 更加机会大 是试多一次上年的低位 例如回到26000点左右 都不出奇 半天表现最差的南酬股 就是中海油 看到半天要跌超过3% 跌超过11.98 看到隔晚 国际油价显着下跌 纽油要跌超过3% 报油也要跌超过2% 现在市场都担心 全球经济会放缓 影响原油需求 鞭商油股是否没有运行 Sami 是的 上星期方面 有些地缘政治因素 例如局势 美国和伊朗方面 局势比较紧张的时候 有机会夹高油价 当时恐怕伊朗方面 有机会影响到 有的供应面方面的问题 但现在暂时 未有消息出来 变成在供应方面 有机会突出 而且过去那几次 仍然出到一些消息 就是美国的现有库存 意外地增加 会否在一些讯号 反映现在开市的需求 都不够呢 尤其是除了中美的谈判方面 其实美国对其他国家 仍然有其他战线 例如对欧盟 或者最近期 可能对墨西哥方面 这些隐忧 其实市场现在 仍然是在害怕的 例如小银方面 最近也刚刚出了一份报告 就是再次下调2019年的 全球增长预测 其实现在这些水平 已经降到十年前 金融危机以来的低位水平 这次他也觉得 可能2019年最多的 增长只不过去到2.6% 其实1月份出的报告 就是在估计2.9% 但2.9% 其实已经下调了一次 所以计算今次来说 小银总共在半年之内 下调了两次 全球经济增长预测 主要的理由 都是刚才我们说到 宏观那些问题 譬如可能你说 贸易的糾分 或者是这些 经济增长开始 继续建立顶的时候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 现在全球的 经济增长的问题 再加上美麦方面的问题 相对来说 影响得比较严重 而且你可能看回 美国方面的製造业数据 反而会真的做得差一点 这几样东西加上 很大机会影响到 油的需求 或者工厂 如何用油的程度 变成油价这几方便的东西 加在一起 都会叫做偏弱一点 所以如果 油现在去到这些位置 其实有点跌得过了龙 因为上年 或者上半年 那些行业预计 油价全年来说 都可能维持着63至65 这些水平 变成最近期 这些负面消息出到来 譬如隔晚说到 本身以为 美国和白西哥 是有机会谈到 这个贸易协议 但是收盘后 就出回 星期四仍然要再谈 而且再次谈不到 下星期就会正式加回关税 这些很大倍程度 会影响到 现在的风险资产 尤其是油来说 都有机会被人沽出来 所以你说 现在油的确是比较弱一点 如果你说短线 可能穿了60元 才有一个技术性的反弹 所以短线这些位置 可能油价都会随着 比如你说这些因素而跌 所以你说香港那几只油股 尤其是三桶油 就不会在这些位置入手 可能你说等油价 真的去到超跌的位置 尤其是穿了60元这些位置 可能搏一个技术性的反弹 到时才买入也不像 好啊 既然见到有报道就指 工信部今天就会发放 5G的商用牌照 但见到铁塔 今早高开之后 反而之后要倒跌 本日都要跌超过3.5% 1.92% 是否这些好消息 已经反映到股价道 未来还有没有力再向上冲呢 没错 其实你说今次 今天这个消息出到来之前 过去铁塔已经叫做 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 变了炒这些冲警 当时已经叫做炒高了 现在你说叫做 真正这些好消息 或者正面的消息 出到来的时候 就叫做出货的效应 因为始终你说 可能看回一些消息面上 对铁塔自己的收入 或者盈利 就不是叫做有太大的帮助 譬如你说今次出到来 有四个5G牌 其中除了给了三大營运箱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给了广电 另外 其实现在里面有些行研究 广电自己做一些 通讯或者电视的业务 会比较多些 移动通讯 其实相对来说 就不是那么多 就变了你说可能 一起去发大这些CAPEX 或者叫做资本开支 去搞这些移动通讯的塔类 来说 其实相对来说 需求就不多 反而你说可能 就着他们现在这些频谱 或者他们目前的塔类数目 就要在这些试点的城市里面 去试这些5G 比如可能电视方面的主播技术 或者这些最主要关系的技术来说 其实对于广电来说 现在这些塔类数目 已经叫做足够了 变了其实现在都暂时 未有一个很大的需求 要令到他们自己额外 再去投放一些大量的资本开支 去起多一些塔类出来 变了你说你现在暂时 就算出多一个牌都好 其实对于中国铁塔来说 自己本身的收入增长 对于或者那个的预期来说 其实就不是太多 再加上可能今年内 其实三大型运商 自己对于5G的资本投放 亦都不是叫多 那之前你说业绩出来 之后公布这个数字 亦都是令到市场跌着硬颈 那变了可能你说 对于铁塔这些公司 要全面落实5G 或者是真的有一个很爆发式的增长的时候 都可能要等2021年左右这些时间 才叫做可以实现到这些收入 那变了你现在 简单一点来说 就是2019年至2020年的上半年 都未必会有太大的正面的冲击 或者是一些收入的增长 好的消息出到来 因为变了可能 现在这些消息炒完之后 就有机会叫做回回来 所以短线来说 我觉得可能铁塔去到2元那些水平 其实已经叫做可能有一些顶住的位置 或者叫做有一些沽盘出到来 同时你说可能就着这些好消息出盘 那变了你说未来再没有这些消息 而且你说收入方便 要等到2021年才叫做有一个增长的话 我相信你说股价去到这些位置 已经有机会见到顶了 所以可能投资社有货的话 去到这些位置 就需要做回一个减持 好的 谢谢Samuel你的解说 这一节都和你谈到这里 和你先报告 刚才我提过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持有的 好 谢谢 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我们稍后再见